大家好,我是华尔及学堂的讲师 今天呢,我们继续行业研究的课程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是来讲一个新兴的产业 也是比较代表未来的一个产业 不同于我们以前讲的,比如说是 讲这个吃啊喝啊,食品饮料啊,这些对吧 这些传统的家用电器这些行业 可能一些新兴的行业,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 特别现在将来要新入职的,有志于进入这些行业的 可能现在一些新的产业研究比较火爆 在跟别人交流交谈的时候,甚至别人问你的时候 会问你对一些新兴产业的看法 实际上跟我们传统的产业 它除了技术或者说它除了方向上 它代表未来发展的前景会比较好以外 它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或者说并没有新的东西 除了在一些这个技术上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 是我们的大健康产业里边的 基因测序这个领域 讲到基因测序啊 大家会觉得人类基因工程 这些是很玄妙的 很高深的 具有科研的这样一个属性的一个行业 大家可能如果经常看新闻 看一些文章 网上一个文章 肯定都知道 华大基因 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公司 那其实分析基因测序行业呢 它未来比如基因工程 是不是能够攻克癌症呢 是不是能够把一些艾滋病什么治好 预防一些东西 这可能都跟这个有关 那肯定是一个好的行业 但是我还是之前讲的 我们研究一个行业 不管它多么绚丽 多么听起来高耀上 最后我们都是要落地的 因为我们是做投资研究的 我们最后要落地到投资什么标的 这个产业到底有什么机会 落地到这些上面来 所以我们的思考方式 我们的视角不是去钻研 这个分子怎么测序 这个技术是怎么样子的 这些也重要 但是我们的落脚点还是投资 我们要用研究投资 这个金融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这是我一再和大家强调的 不要走在其中 迷失在一些跟投资 不是特别相关的 如果你是科研的人员 你将来有志于获得诺贝尔奖的 那你钻研的角度跟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是 讲金融 我们正要回归投资角度 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些问题 比如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任何一个行业 传统的也好 高新技术的也好 我们必须要搞懂的 行业是干什么的 这个搞不懂 你肯定没法理解这个投资 这是最基础的 第二个 这个行业 说的这么好 有没有需求基础 有没有前途 这个行业 现在竞争情况怎么样 它有没有壁垒 对吧 搞清楚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看行业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怎么样子的 它会有哪些投资机会 有哪些代表性公司 我想一想 这个行业里边 原来ABC这几个是好的 是有前途的 我重点研究 可能机会就在这里 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 其实这个行业 就 主线就把握住了 那你后面再下功夫 你去找一些资料也好 跟一些专家访谈也好 上网搜一些论文也好 你都会有方向感 而不是淹没在一个大海里 我想做行业研究 做投资这些方面 最忌讳的就是 因为现在是资料是无比的多 最忌讳的是淹没在资料的汪洋大海里 最后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这些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也主要是 围绕这些展开 也会提一些 可能技术一些相关的东西 行业发展 政策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 基因测序行业是干什么 顾名思义 它就是对人的基因 或者说其他生物的基因 做测序 然后分析这个测序 得出一些结论 然后根据这些结论 我们来做出一些判断 比如说 我测了你这个人的基因 发现 这个主上的体代 都是有这个 健康问题 那你现在出现 又是有这个症状 那我得到这个结论是这样的 那后面我就会给你一些 治疗建议 那现在应用最广的就是 它通过这个基因检测 测序这些手段 它给这些医疗机构 主要是医院 还有一些科研机构 一些单位 提供这个服务 提供什么服务 当然大家可能大部分是 没有结婚的 没有生孩子的 年轻人居多 如果说大家 去医院或者说 有亲戚朋友 在这个医院生孩子 大家就会知道 你会做一些筛查 遗传学的筛查 为什么要做筛查 因为我们的 先天缺陷的 几率 中国是千分之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点几 有些年缺陷 早点发现 就可以 采取及早治疗 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措施 你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这个孩子 他的身体 形状不太好 这个通过一些B超 什么东西看出来 但有一些先天的缺陷 你比如说 二十一三体综合针 就生出来是个傻子 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些 染色体啊 基因比对啊 这些才能说 有非常多的 三一场 比如二龙 因为孩子才不会说话 那但是你通过这些 你可以做出来 比如说一些 染色体异常 地中海 贫血症 这些其实都是 平等时候做的 你说用途大不大 中国每年出生多少婴儿 每个婴儿 如果做这个东西 一次多少钱 算下来 这个市场空间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那这只是 基因测序的 一个利用 那另外 我们做科研 信息分析 比如我们做 做育种 做在生物上 做杂交 哪些信用会更好 另外就是一些 复杂疾病的研究 比如我们要攻克 这个 比如癌症 癌子病 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研究 那我们从基因的角度 我们来看 怎么来做攻克它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有作用的 比如现在 你不是做 这个孕妇 检查 你个人做一些基因的分析 对你可能 未来会发生一些什么疾病 你做一个极导的预判 这都是市场 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而且在不断的扩大 所以我们知道 基因 测序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有用的 它是跟人的健康 和人未来攻克一些疾病 是息息相关的 对生物上 它可以改进一些 生物的形状 这都是很有用的 很有前景的应用 甚至有人说 我们通过基因 在手段未来攻克 人的寿命 是不是能够延长 最值钱的 就是生命 如果说你这个 确实能够改善 人的生命特征 这个空间 就可以非常大 那行业的空间 我们当然也要谈一下 基因测序它当然是属于 医疗 生物 生命行业 这空间很大 有几万亿 那具体的 现在我们毕竟要讲 讲投资嘛 讲基因测序 现在在细分领域 目前的一个市值 大家预测到 三年后 2020年到达 138亿美金 就差不多 1000多亿人民币 那个市值 而且增速 保持在 接近21%的增速 未来还是会增长的 因为你现在 中国的GDP增长 只有六点几 你一个行业的增长 还能够在10%以上 甚至接近20% 这肯定是一个 招扬行业 具备投资机会 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基因测序 这个行业 从人类基因组计划 1988年 到现在 1998年 那个毛细管 测区基础 它这个速度 提升10倍 以前我们人类基因组计划 计划要15年 完成的 后来因为设备 技术的改建 我们提早完成了 那到现在 这根计算机的发展速度一样 这个进步速度非常快 那使得很多的应用 就准备现实 那这个市场 只是咨询公司 一些研究机构 它做了一个预测 那这个预测 不一定准 但是提供一个参考 说明这个行业空间很大 有可能很快超越 这个市场空间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讲到前景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 这个行业 它能干什么 它的用途之后 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 它的前景 它可以攻克一些 辅燃啊疾病 它可以在农业上 培养出来 很多更好的生命 这个对人类的健康 对我们的一些农业生产 环境 都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另外就是说 生殖健康 会降低人类的出生缺陷 肿瘤 我们讲的癌症 癌症我能不能治 能不能所有癌症都治好 可能基因未来 基因社区行业 基因工程行业 未来也会对这个方面 形成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最后就是说 我们的精准医疗 疾病诊断 人类健康的改善 这些都是它的发展方向 所以总结下来 这个行业发展很快 发展的空间很大 发展的前景 非常好 那讲了这些 大家想要 既然都讲到这么 这么那个了 空间又大 前景又好 发展又快 那肯定投资机会是有 那我要赶紧想想 产业链上有哪些公司 有哪些公司做的比较好 而且未来优势持续强化 其实基因工程 基因测序 它作为一个产业 它也是有上下游 最上基本的 我们把人的基因 这一个机体组织取下来 我们要测 它们肯定要有仪器 不可能看一眼 就知道这个人的基因 是什么样子的 它要分析的 这个测序仪 壁垒是非常高的 那是海外最有名的 Illumina 它可能占世界 整个测序仪的一半以上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生命技术公司 这个是很有壁垒的 那国内的 比如这些测序公司 它们主要是中油 比如说华大基因 达安基因 这个贝人核康 博鳌生物这些 它们都是买国外这些设备 来用它做测序 当然华大现在能够生产 自己的设备 可能没有它们的技术那么好 但是是能够生产 但是大部分上游 先进的还是国外这些技术 那在中油 什么是中油呢 就买了这些机器 来做测序 为这些医院服务的 我有了这个机器之后 就跟我买了 去国外买了这个机器 我们能够生产 航空公司买了波音的飞机 回来 我要服务国内的人群 这个一样的 比如我们这些公司 贝人核康 达安基因 华大这些公司 他买了这些设备 他做测序 他为谁做测序 为我们下游这些医院 我们中国的人 来做测序 然后收费 这一块 是商业应用 我们中国目前 是不允许 外资进入的 你比如你外国的 像一路密的 你这个 可能你自己也可以做测序 你的设备又好 中国现在是 保护国内企业 暂时不让我们进入 那肯定也是说 给我们国内企业 争取更大一个发展空间 那下游当然就是说 医院啊 一些企业 科研机构 最后呢 可能就是 对医院来说 肯定是患者付费 其实这个行业 产业链并不复杂 那主要就是这几个 那服务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医院 从我们身上 取下一个东西 取下比如说血液也好 让我们 通过这个东西 测我们的基因 我们是 一方面我们送给 第三方这个检测机构 去做集中的一个检测 那这些地方机构 可以是华大基因 达恩基因 对于核康这些企业 比如测一个人 这一方面的 这个筛查 一次收多少钱 这是它的盈利模式 第二个就是说 一些 试剂 仪器这些东西 卖给医院 来收钱 主要是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钱 那我们看看 产业链上一些公司 我们来看他们的盈利 盈利能力 比如说海外做 仪器上游的 最先进的 Illumina 它的一个 收入利润情况 增长是非常好的 当然股价 你可以看到 这个年限增长 大部分年份都是上涨的 现在市值 也是200多亿美金 1000多亿人民币 而且这个 如果它技术能够保持 可能未来还是 能够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的 那对于国内来说 因为国内我们做 设备 测序设备 测序仪 我们现在还是不行的 我们比Illumina 国外这些公司落后了 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是什么 是测序提供服务 这一块 因为外国人进不来 那我们就自己讲 那国内 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司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 贝育和康 达安基金 包括碳云智能 华大基因 其实呢 他们都跟华大有关 所以我写了一个 叫华大和华小 其实并没有华小 这个公司 华大是有的 和华小是什么呢 就是从华大离职的这些 高管 他出来 创办的企业 你可以看到 国内著名的这个 测序公司 大部分 都是从华大基因 离职的 华大基因 我们说做这么好 为什么会离职呢 主要是因为一些 大家的理念不一样 另外这个行业 确实高速发展 就跟腾讯华为 出来创办企业的人 也很多 并不代表这个腾讯华为 他就发展就不行了 你比如说像 从华大离职这个王俊 他现在 还是华大基因的 股东和董事 但他因为跟这个 董事长 汪剑 他们的发展理念 不是特别一样 所以在江南这个行业 确实不错 他自己出来创业 那这个王俊 他是华大 以前的 华大基因的CEO 他参与了 所有华大 核心技术的 一个开发 这个人是 16岁 就考入这个北大 然后他还在 博士没毕业 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进入华大基因 可以说是一个 天才式的人物 他是当年参与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四个中国人之一 在业内是非常有影响力 不到30岁 20几岁就做教授 所以这样一批人 他们出来创办了一些企业 就是说 但也做了干的活 大家干的活都差不多 都是做测序 为这些医院 干人机构 和一些企业个人 提供测序服务 那其实我们从投资 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行业当然是个好行业 那我们 因为设备上面 我们现在并不强 我们主要提供 我们主要在服务这一块 测序服务这一块 那这里边的公司 毫无疑问 华大基因手续一指 那另外 华大基因出来这些人 创办这些企业 我们从这里边来选择 我们的投资机会 主要就在这里 主要的投资机会 所以我们看看 讲下来讲 大健康 讲基因测序 很高大上的一个行业 我们分析下来 可能分析的重点 投资机会重点 就在这里 那我们做研究 我们就有目标了 那针对这些公司 我们再用我们最早 讲的这些 行业公司财务的分析方法 来对他们做分析 我想我们自然就会 得出呢 这个 研究结论 最后 就能为我们投资 做出贡献 我想我讲 今天讲这个 基因测序 这个行业 虽然是一个 很新兴的行业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析起来 其实并不复杂 提供给大家 这样一个视角 大家可以去 找各种资料信息 从我们这个视角 来看 最后 思考 它的投资机会和价值 在哪里 可能这是我 今天要讲的目的 今天的课程 可能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的 这个华尔街学堂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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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